我今天的推介是670的东航 现在是4.31 升1.8% 为什么会说东航呢 昨天人民币就升值了 人仔的升浪里面你有哪些股份是值得得益先 第一时间一定想到重外债的股份 包括了纸和航空股都会是我的首选 人民币升值效应下 下半年的业绩就一定会反映出来 这是第一大的利好 第二大我不知道大家会害怕 就是运改 有一次三支航空股突然大飙升 因为跟运改相关的消息有关 一定是东航升得最多 当时国航不会升得那么多 东航也是首批运改的企业 所以这个消息都会对东航有影响 另外第三就是东航股价 其实大家拿出一幅图出来看 就知道为什么会选择670 中航的底在4.12 做了三个底 都不破之后是涌回4.2的水平 很简单 只要它下跌空间比向上空间小 我们买股是买直博率的 4.12做定你的心里有一个指示位 当4.1 给他多两千 4.1 如果穿了我就打 但我现在上网的位置 它一年的高位是4.9 那里是6毫多指 我觉得以毫多指博 6毫多指是一个直博的位置 说了 还要建设位置